喜讯就是那么猝不及防 某婚庆公司的员工在公众平台上曝露 唐嫣和罗靖找了他们公司做婚礼策划 婚礼定在12月6日 也就是唐嫣的生日那天 看来两人不公开秀恩爱 实则是暗地里蓄力于婚礼一样 罗靖和唐嫣公布恋情之初 大多数人都怀疑是炒作 因为两人已经共同拍过三四部戏 也一直都有传绯闻 但每次被问及两人都会否决 恋情公开之初 两人也一起上综艺秀恩爱 合唱歌曲穿情侣装 热度过后两人又恢复了低调 同台会注意距离 同城一座航班也不会沾密在一起 而这种保持距离的恋爱方式 自然也让网友们觉得奇怪 热恋期的情侣怎么会是这样的相处方式 其实媒体报道的是两人行程中的片段 开戏时唐嫣罗靖在片场 确实没有太过沾密 但是工作结束后 罗靖都会去唐嫣的房车里坐一坐的样 同一座航班却步一块走 兴许是罗靖不愿被记者叨扰吧 毕竟两人在一起之后 被采访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婚期的问题 所以两人的粉丝都可以放下心来了 他们感情非常稳定 只是不惜炒作恋情罢了 之前欲言两人已分手的网友们打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